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他们的心在北印度 所以他们的财宝也在北印度 主啊 他们的心在天上 所以他们的财宝也在天上 主啊 试着想到 主啊 你透过诗歌 主啊 透过你的话语 主啊 来光照我们 激励我们 为你而活 主啊 就求你亲自的来悦纳 亲自的来祝福 主啊 好使我们所有的奉献 都蒙你悦纳 主啊 像师哥所说的 高我 用我 从天降下火 主啊 降下圣灵的火 降下爱灵魂的火 主啊 降下主啊 去传福音的火 主耶稣 求你悦纳 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 百上奉献 荣耀都归给你 奉好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其实在昨天晚上 我就很感动 昨天晚上 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还有就是弟兄姐妹这样奉献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大陆现在很多人也越来越有钱 可是我觉得奇怪了 很多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呢 却很多的生命都变了 所以我很难过 那我会看到我们台湾 很多弟兄姐妹 特别无骨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不是那么富有 这个我非常清楚 可是每一次看见弟兄姐妹 甘心地摆上 我很感动 我觉得神真的是 要来带领我们 走向一条路 真的是像这首诗歌所讲的 真的是向神献上我们的所有 完全为主而活 那我今天呢 跟各位来 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 就是马克福音的这段经文 我们现在读圣经 请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我们再读一次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你知道在马克福音的 第一章的一开头 它其实是有讲到说 这个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那个福音的起头 从谁 哪一个讲起呢 从施起约翰讲起 约翰讲什么呢 约翰他就是传讲 悔改的洗礼 约翰就传讲 悔改的道 然后很快地 到了十四节 讲到说 耶稣出来传福音了 然后他就开始说 最简单的信息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我在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起来讲到的时候呢 其实 讲过两篇 第一次是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进圣殿 那一次呢 他的父母 肉身的母亲 以及他的义父 约瑟 就来找他 因为三天都没有找到他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他 在圣殿里面找到 然后就说 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你看你这个孩子 多不懂事啊 害得我们这么辛苦地来找你 耶稣才十二岁 那个时候 竟然回答一句话 你们为什么找我呢 这句话其实很值得去思想 后来玛利亚就把这句话 放在心里 反复思想 因为他的父母 基本上都是以地上的事为念 可是 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以天上的事为念 以天父的事为念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 哦 原来信耶稣 侍奉神 不一定要等到 很老了 应该在很年轻的时候 甚至孩童的时候 都可以以天父的事为念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到说 信耶稣的人 每一个 信耶稣的人 不要等到信了很久 再侍奉神 应该一开始就要侍奉神 只有一开始 一信耶稣 就要开始侍奉神 所以啊 我那时候就讲了那篇信息 是我第一次 然后呢 我讲了这一篇 就是 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 因为大纲很容易讲 好 第一段是什么 日期满了 第二段呢 神的国进了 第三段呢 你们要悔改 第四段呢 信福音 二十多年过去了 最近神一直在给我 在有这一节圣经提醒我 要讲一个主题 不过不是讲四段 是讲当中的第三段 因为第一段我们都懂 日期满了 你看最近 几天时间 我们台湾就好几次的地震 大陆也很多 除了地震以外呢 其实讲到圣经里面的预言 耶稣二十四再来之前的预言 世界末了的预言 大概三个方面的征兆都在应验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呢 自然界的 饥荒 还有瘟疫 对不对 地震 瘟疫过去有什么H1N1 现在可能又更升级了 对不对 好像H5 对不对 这个就是越来 瘟疫很多 那么 这些我就不多讲 像美国很多 所谓的那个 叫什么飞碟 什么 这就 很多了 我想 这一方面自然界的 水灾啦什么 我们就不多讲 已经是一个事实 第二方面的混乱 政治方面的混乱 你知道现在 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 这个什么 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是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禅言 卖主卖友 爱艳乐不爱神 有敬钱的外貌 却贝勒敬钱的实意 等等 也都在应验 所以你看现在真的是 哇 不管是 这个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等等 都是两千年前写的预言 今天在应验 除了这些方面的 还有呢 宗教方面的 你知道现在增长最快的 竟然不是基督教 是谋门教 增长最快的竟然是 其他的 很多的 包括回教 包括福教 都增长得比基督教 还有快了 所以看见宗教方面的混乱 很多人竟然打着 耶稣的旗号 却呢 是传着异端的道理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个都不稀奇了 耶稣早就预言告诉我们 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所以日期满了 我觉得昨天晚上 我特别在家里面 看了那个直播的新闻 就是中国大陆 有那个 神舟九号 上天了 所以有网民就发了一个帖 然后就说了四句话 飞船上天 道德怎么样 探地 大国崛起 万民下跪 大家要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呢 除了这个 神舟九号 昨天上天了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七个半月 活生生地 被打毒针 害死了 生下来了 那这件事情 现在还在热潮当中 还在全世界 全国上下 都在关注这个孩子的事情 为什么呢 这两个 有两个妇人 上面这一位呢 叫刘洋 哇 他了不起 华人里面的第一位 女的宇航员 上天了 那另外一位 下面的这位是冯建梅 我们台湾有个 很有名的 一个婚姻辅导的专家 李长安的太太 叫冯志梅 所以我记得他的名字 当中那个字叫建梅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夫妻俩都是基督徒 22岁 上面的刘洋33岁 可是这个冯建梅 就因为基督徒 知道我们这个生命 是上帝所赏赐的 敬畏上帝 我们珍重生命 所以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孩子在肚子里面 七个半月了 竟然被一个叫王小的 其实也不是能怪这个人 应该是说他是主治医生 他是那个计划生育 办公室的负责人 那个人已经 有八万多人 是他去负责的 结果有一千个人 是他亲自堕胎的 所以那个人实在是 我一直在呼吁 那个人要悔改 那个人要知罪 要认罪 要离开罪 因为你想他一个人 那个人才34岁 也是个女生 他竟然有一千个 这个胎儿 是他亲自把他剁掉的 所以我有时想一想 都觉得很气愤 所以中国大陆的网民 很厉害 他们有个评论 那这个评论呢 就评论说 我们可以把一个宇航员 女的宇航员送上天 也可以呢 强行地剁掉一个村妇 七个半月的胎儿 33岁的刘洋 和22岁的冯建梅 其实我知道 还有一个34岁的王小 都是女人 都是年轻的女人 可是呢 他们的命运的对比 是这个国家 撕裂现状最好的写照 鲜花与荣誉 映照着耻辱与绝望 最尖端的科技 伴随着对人权 最无耻的践踏 这到底是最好的时代 还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有时候真的 说不清楚 弟兄姐妹 我个人真是觉得 那个 你知道吗 富的 有钱的 有钱的不得了 可是穷的还是 穷的不得了 这个孩子 这个冯建梅姐妹 如果她能够交得出 四万块钱 因为牵扯到她的户籍的问题 牵扯到她的 所谓的 好像那计划生意 定了一小规定的问题 她就要交四万块钱 这个孩子就不至于被 剁掉 她拿不出来 她的夫妻俩都是基督徒 他们太穷了 结果就活生生地 被打毒针 这个孩子就死掉了 死掉了还不仅仅死掉 而且你看 把她的孩子生下来 她就放在她的床边 照了一堆的照片 弟兄姐妹 多么残忍 所以我就想一想 如果 你是这个母亲 你看着这个情况 这个孩子 七个半月 已经是可以存活的生命 竟然被活活地害死 甚至他们很多 有的很多照片 都是惨不忍睹的 你知道吗 他把很多 他生下来 丢在水桶里面 照下来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你知道他真的是 拿那个刀子 从那孩子的后脑手 捅进去 因为怕他生下来没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杀害这些 无助 无辜 手无寸铁的生命 我觉得是得罪上帝 很大的罪 这是我们国家的罪 这是我们民族的罪 同胞的罪 所以我就觉得 从大的方面来讲 我们真的要悔改 我们真的是要悔改 那么有人说这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国两制 撕裂 如果可以选择 宁愿没有上天的神秘 也不愿看到村妇的胎儿 被非法强行剁掉 宁愿没有大国崛起 也不要万民跪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毛泽东在天安民城路上 所说的一句话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可是现在你到处看见 很多人跪地 祈求 很可怜的 所以宁愿失去 举国体制的辉煌 也不要容忍 这个 容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宁愿牺牲效率和GDP的增长 也不要牺牲法治和公平 当然我不是讲政治 我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上帝的公义和政治 这个政治 正义 所以我在这边必须讲 你们要悔改 是主耶稣一开始讲道的时候 最简短的信息 一方面告诉一个事实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然后直接了当地说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因为如果不悔改 人不可能信福音 今天所谓的 很多人说 我信主了 为什么 有很多好处吗 可以快乐吗 很多人 我受洗了 为什么 因为受洗了很荣耀嘛 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悔改 你所谓的信主 信福音 你所谓的受洗 其实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因为悔改是必须的 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 非常缺少悔改的信息 所以我前不久回大陆 我也昨天晚上讲了很多 我今天一带而过 我这次回大陆啊 我发现大陆也是一样 教会里面 充满了得罪神的事情 就很像耶稣那个时候 在圣殿里面 拿着什么 绳子当做鞭子 开始打人 耶稣甚至掀翻了他们的桌子 我这次回去呢 那个 有一个同工就找我教通 他说 他叫我崔刚哥 他说 为什么你现在都这么激动 你能不能再冷静一点 我说 我还不够激动 我说 天后牧师来劝我 就是要向尼西米 尼西米激动 不是单单在讲台上 大松地责备他们 尼西米更是 拔了他们的什么 头发 知道吗 然后还有怎么样 打了他们一些 你拔一些东西丢出去 弟兄姐妹 对待那些神不喜悦的 对待那些得罪神的犯罪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应该更强烈一点 我们今天应该更严肃地来对待这个问题 所以讲到这个 你们要悔改 是因为我真的再次 一个很新的体会 我们教会有一个 侍奉主二十多年的同工 教会的领袖 祷告 讲道 绝对一流的 像我们这样的会堂 他上台根本不用麦克风的 这样的一个弟兄 竟然怎么样呢 有很多问题 很多的罪 很多隐藏的罪 也有很多明显的罪 最明显的就是 他竟然在商场里面 为着经济问题 去打了一个年轻的 二十多岁的弟兄 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很多人围观 口吐凶恶的话 然后这件事情影响很坏 没有人能处理他 因为他是教会的 最高属灵领袖 我听说了 我回去找他谈 他没有感觉 他说我是人不是神 我说要怎么处理 他说还怎么处理 已经发生了 顶多给他道个歉 叫我当众道歉 不可能 我看他这么硬 这么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对不起 你回去祷告 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 但是我不是处理 不是要 有人说 你不要用这个事情 来整他 来治死他 没有 我说上帝在我心里面 很清楚地给我的负担 不是治死他 是要救活他 是他已经在罪恶里面 在死亡的状态里面 没有感觉了 犯了这么大的罪 还有放高利贷的事情 他是一个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这边 讲他的时候 好像我是高高在上的 我觉得上帝 仿佛是一面镜子 摆在这里 看见这样的事情 像见萍水之冰 而知天下之寒也 这一个例子 就知道 大的环境 有很多需要悔改的 不但在社会上 看见很多不法的事 看见很多不义的事 我们要呼吁他们悔改 在教会里 我觉得 耶稣也要带领我 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主题 要悔改 要悔改 告诉旁边的人 一定要悔改 这是主耶稣 刚开始出来传福音 耶稣一开始讲道 就讲这个信息 你们要悔改 然后才讲道 信福音 所以啊 我个人是觉得 悔改是很简单吗 悔改到底 悔改大家已经讲的是 成为 陈枪烂调了 悔改已经成为 大家都懂得一个字 一个词 什么叫悔改 悔改就是懊悔嘛 悔改就是改正嘛 心里面为罪难过 然后改正就好了 可是悔改其实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悔改 我今天要跟各位 在讲 我的那个周报上的讲义 就两点 你要明白 真的明白 什么叫悔改 什么叫悔改 悔改的真意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要自己呢 不是单明白 而去经历 真正的悔改 我很抱歉 昨天晚上 因为我时间脱太久 所以只讲了第一大点 第二大点几乎没讲 我今天 一进来 眼君就在外面跟我讲了 说 你讲得不错 但是 我说我明白 我时间一定控制的 告诉旁边的人 今天会提早结束的 所以 我不希望脱太久 但是我希望 重点要把它讲明白 什么叫悔改 其实 悔改我们都懂 悔改就是 转离恶行 归向神 悔改 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要有一个方向很大的改变 所以悔改原文的意思 有叹息 声音 哀哭 转向 回转 等等这些意思 可是 讲起来容易 实际 真的去 执行的话 定不容易 所以 我给大家读一下 阿摩斯书的 第四章 这些经文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没有把它全部打下来 我来读给大家听 神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 让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机甲加增罪过 每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 每三日奉主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 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 把这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 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呢 说 这样 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 却喝不足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以汉风煤烂攻击你们 你们国中 许多菜树 葡萄树 花果树 橄榄树 都被简从所吃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说 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 像在埃及一样 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 使你们的马匹被掳裸 营中失手的臭气扑鼻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 如同我从前倾覆 索多玛 俄摩拉一样 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 我既这样行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弟兄姐妹 你知道 一次一次一次讲说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仍不归向我 神用很多的方式 来责备 来警告 来提醒 可是人就是不归向神 那么神说 以色列啊 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 要预备好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这些话好像蛮沉重的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们今天 不预备好去见神 说实在的 等到真正审判来临的时候 再想懊悔悔改 就怕来不及了 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里面说 到那个时候 误会的叫他仍旧误会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那句话我开始不懂 后来越来越清楚 就说不要到那个时候 再想悔改 已经来不及 今天还有很多的机会 今天就是越纳的时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要了解 悔改的重要 我宁可少一点外面的欢乐 少一点肉体的享受 我宁可少一点人看人眼中的风光 我要在上帝里面上很真实地跟上帝说 神啊 如果你现在来我可以谈认 我就去见你 教会也当如此 教会是基督的神 一个整体 因为我为什么要讲 不但大陆有罪恶的事情 很多人爱世界 很多人犯罪 任意妄为 但是我们台湾我也听到很多 很多人家里面有小三 已经当作很平常的事情 不是少数啊 有一次我在圣洁守望的时候 我跟一些弟兄们讲 我说 其实我也曾经有软弱 我曾经 因为这边的网络上 会看见不好的 色情的那些的东西 我说 我也有看过 我觉得我里面 非常非常痛苦 跟神好像那个关系就断了 要认罪要悔改 结果竟然有人就说了 那算什么 那算什么 弟兄姐妹 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 必须很真实地面对谁 加尔文 讲过一句名言 什么叫圣徒呢 就是对小罪 有大敏感的人 就一点点的罪 他就明显感觉到 那是罪了 因为我的儿子 他高三毕业 要上大学 我为我的儿子非常感恩 因为的确 我看见神的恩典 一直伴随他 他也很不容易 我不讲太多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 因为他要去面试 要去选学校 我发现我也不懂 我完全不懂 你知道我 这边的学校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知道 该找谁 去找什么资讯 我除了为他祷告以外 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的心一直牵挂他 一直牵挂他 一直牵挂他 你知道吗 神竟然责备我 神说 孩子 你有点爱你的儿子 超过爱我了 我要悔改 因为我实在觉得 我爱我儿子 爱得不够 我觉得有很多 亏欠他的地方 就是今天呢 不是台湾的父亲节 今天是 除了台湾以外 其他国家的父亲节 是今天 所以我们要对 我们的弟兄们说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我觉得 我心目中的好的父亲 是可以陪伴儿子的 是可以给他的孩子 随时地帮助的 是懂得他的孩子的 他孩子有困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可以来依靠他的 可是我常常觉得 我没有做到 可是上帝知道 你知道我那个心里面呢 我却常常 就是去想他 想得很多很多 包括昨天 他去面试的时候 我说我一定会为他祷告 其实昨天又是 那个所谓的什么庙会啊 那个 那个真的很吵 很烦的 我就觉得在那边 要祷告 为这个祷告 但是 又更多想到 要为儿子祷告 为儿子祷告不是不好 爱你的家人不是不好 但是 有一天很敏锐哦 你要小心 你有没有爱 你所爱的人 超过了爱神 包括你爱自己在内 如果有 要认罪 要悔改 所以我就说 主啊 我真的是 要悔改 所以 悔改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不起 我刚刚承诺过了 我今天会提前结束 我不能讲太多了 我们 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 好 约尔书 二章十三节 请 要撕裂 心肠 不要 撕裂 衣服 那这里面讲悔改 首先你不要强到外面 什么叫悔改呢 我过去冲烟喝酒 吃槟榔 我现在 不抽了 过去呢 没事就去找女人 现在不找了 我过去呢 就是最喜欢钱了 好 而现在呢 不爱钱财了 我过去呢 很懒惰的 我现在很殷勤了 我过去呢 这个常常发脾气的 我现在变得很温柔了 弟兄姐妹 这个叫不叫悔改呢 这个当然也叫 可是这个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悔改 是从心里面 再读一次 约尔书的二章十三节 请 要撕裂 心肠 不要撕裂 要撕裂 心肠 不要撕裂衣服 悔改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你的 内在的心理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你外在的表现 内在的心理呢 是悔改的根 外在的表现呢 是悔改的果 所以 根重要 还是果重要 我们觉得是哪个重要 都重要 但是相比较来讲 我觉得还是根 要更优先一点 对不对 根 根基若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求神联名我 让我能够呢 从这边跟各位分享得清楚明白 什么叫悔改的根 什么叫 内在的心里 有个悔改 就是从三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 思想的层面 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思想的层面 第二个是言语的层面 第三个才是行为的层面 我们先看思想的层面的悔改 思想的层面呢 是特别强调说 悔改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请 悔改是指 从神的观点来思考事情 同意神的观点看法 并接受神的裁定判断 认同神的是非观 我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的是非观越来越模糊 这个世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越来越偏差 偏离神的标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昨天讲了很多 占用时间太多 今天不讲 同性恋的问题 弟兄姐妹 你们要诚诚实实地 在上帝面前 回答我一个问题 同性恋是罪吗 如果你们是名人的话 当你点头说是的时候 你就惨了 你知道吗 你会满身都是什么 箭 因为你就成一个箭靶子 因为现在很奇怪 连美国的总统奥巴马 现在就公开地宣称 支持同性恋 现在很多的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 长老 现在都公开地说 同性恋可以 真的有的在教会里面 竟然在这边举行婚礼 然后问他 你愿意嫁给他吗 愿意 你愿意娶他吗 愿意 好 不管是生老病死 你都不改变吗 愿意 好 现在我宣布你们是婚姻 一转过脸来 两个都是大夫子 同性恋可以在教堂里面 举行婚礼 这个比索多马俄摩拉还离谱 弟兄姐妹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所以你要按照世界的标准走吗 你要按照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吗 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 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 我们要来思想 到底什么是罪 哪些是要悔改的 我爱我儿子 当然是上帝喜悦的 我为我儿子祷告 当然是好的 可是为什么要悔改呢 因为神有他最高的眼光 最高的标准 好 我们来读一下 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 第六节 请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 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 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这里面特别强调 所有的义都像什么 污秽的衣服 弟兄姐妹 不但要为你的罪悔改 甚至也要为你的义悔改 这话你们可以有时间慢慢去思想 那第二个方面要跟各位讲呢 除了思想的层面 真的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 到底什么是神的标准 神的眼中怎么看 好 那是第一个是思想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言语的层面 因为今天呢 如果你里面有改变的话呢 悔改不但是里面的 同时也是外面的 外面的就是能够听得到 也能够看得到 听得到的就是言语 听得到的 那个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怎么样 认自己的罪 神是公义的 是信实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语 所以言语的层面就是公开的认罪 那么认罪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 真的 很多人只喜欢讲说自己最风光 最体面的 不喜欢讲自己不好的 我这是想 如果我们用最真实的纪录片 把我们的一生记录下来 你知道吗 那很多丑的 真的丑陋的 真的是丑陋不堪 小P的见证 我看了也蛮感动的 他妈妈癌末的时候 弟兄姐妹的爱心 很好 弟兄姐妹 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丑陋的时候啊 真的有吗 你自己想想那些画面还在吗 好 求生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情 认罪 不是指很 怎么讲 很表面的认罪 而是指很实实在在的 你去把你的那些不该讲的东西 就是 一五一十的 应该把它讲出来 好 我们来读这两字好了 现在自己揭露的罪恶 会被神怜悯折盖 阿们吗 阿们 好 而人呢 设法掩盖的罪 则会被神怎么样 审判和揭露 所以就在这里做个对比 好 最后我们再来说 现在自愿这样做 远比将来被迫认罪来得好 你知道我 我回到老家 看见一些同工们 都是教会领序我 都在那边勾心斗角 在那边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 有一次我真的是里面很愤怒 我就来责备他们 我就一个个提名 当然我这里不提名 我就直接说 你知道这是说你的 还看着我 没有了 就是说你的 你是 今天很多人都在说 你就是教会的头号绊脚石 你知道吗 还在那边 好像沾沾自喜 然后还问你 我都直接提名 在讲他们 要悔改 你知道我在说这些人的时候 我后面坐着一个 七十多岁的长老 他在那边 大腿翘二腿 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跟他作对的 他很高兴 结果我无意当中看见他 你知道吗 无名火大 来了 我就说你不要笑 虽然你是一个那么年老的长老 照样很多人说你是 教会的头号绊脚石 因为我都不是空穴来风 我都不是说 假的 是真的有很多人来讲 句句定准的 可以让你录音的 来揭露他们很多的 坏的事情 哇 结果 那天真的讲了一堆以后 他们都心里面很 就是因为没有想到 因为我平常算蛮温柔的 对不对 结果怎么在这个时候 变得那么凶巴巴的呢 结果我说 我起来祷告 你知道他们的祷告 是什么祷告吗 这个长老到台前祷告 哭着说 主啊 我宁愿今天在众人面前被责备 我不要将来见你面的时候 在你面前再被责备 阿们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态度 所以这是一个悔改的态度 所以我们在言语上 就是代表我们认罪 要认得清楚 我们要敢于说出来 当然 我强调一下 你不需要把你所有的 乌七八糟的罪 随便找人说 你也不需要好像那个臭袜子 拿起来说 看 这是我的臭袜子 闻闻看 好臭哦 你不要去污染别人 但是你要找你 那个 真的是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 你绝对信任地过得 那么是属灵的长者 他可以为你祷告 他可以帮助你离开罪恶的 是安全的 会保密的 你要去跟他讲 你在哪些时候犯了哪些罪 这个我下面 当然最后我还是会再讲 那这是讲到这个言语的层面 那除了言语的层面呢 悔改的根是里面的 思想 重新思想 悔改的果子是外面的 能够看得到就是行为 能够听得到就是言语 看得到就是果子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很巧的 都是三章八节的经文 马太三章八节 路加三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你们要接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再一次 你们要接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好 把名字加进去读一次 好吗 好 不要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来 一般爱习 崔刚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要求 你不要只是 由思想的层面 知道什么是罪了 很难过 言语上也承认了 但是呢 你行为就是不改 那是没用的 我昨天讲到一个姐妹 是一个不好的见证 她有一年半 十八个月的时间 在教会 都很积极 每一次听到都很认真 每一次祷告都很火热 很大声 每一次呼召她都会举手 到前面来 你知道吗 这个人十八个月 一年半过去了 却一直感觉 她生命的改变不大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后来那个牧师就突然 被神提醒 说你问他 现在跟谁住在一起 就说 姊妹啊 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 他就说了 脸就红了 我就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 那个男人会跟你结婚吗 不可能 那你愿意不愿意 离开他呢 也不可能 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像圣经里面讲 那个年轻的官就 悠悠愁愁地走了 看他什么都好 而且是真的好 那个少年的官 从小都遵守律法 哪一样都做得很好 一百分 可是他就一样 太爱他的钱了 耶稣就变卖所有的 再来跟他这一点做不到 他最后的结果 尽管他非常地忧愁 非常地懊悔 非常地自责 可是那个都不代表悔改 为什么 你行为上没有断绝 没有抛弃 没有斩断 切断 跟那个联系 这个不叫悔改 其实老实说 今天教会里也很多人 很懂得悔改 会眼泪一把 鼻涕一把 很忧伤 很痛悔 可是他就是行为上不改变 那个不叫悔改 所以行为的层面 就是要结出果子来 好 我们再读一下 《使徒行传》 一百七 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好 应当悔改归向神 什么叫悔改归向神呢 下面这句就解释了 行事 就是你的行为 要与什么心相称 对 你不能说我里面很悔改 我外面行为还是老样子 你那个就叫 行事与悔改的心不相称 我们把那个白色的 这两层字来读一下 宁可 现在就弃绝罪 也不要将来让神弃绝我们 阿们吗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几个层面 悔改的定义 第一是呢 思想的层面 第二个呢 言语的层面 第三个呢 行为的层面 再复习一次 悔改 你如果三缺一 少了一个 你都不叫完全的悔改 不叫彻底的悔改 悔改三个方面 缺一不可 我们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层面是 思想的层面 第二个 言语的层面 第三个 行为的层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思想的层面 真的要花时间了 好好重新思想 言语的层面 你真的是要清清楚楚地 向神 也找一个你的 属灵的守望者 轻轻地认 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犯了什么罪 然后呢 你要表明你的心 你不是靠着悔改得救的 因为悔改并不能救你 但是悔改是你幸福 因必须有的前提 你要告诉他 让他帮助你 让那个罪 见光就死掉了 所以言语的层面很重要 行为的层面也重要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三个层面 有一个弟兄 是开那个计程车的 结果呢 他在火车站那边 遇到一个人要去汽车站 其实火车站 离汽车站非常的近 可是他因为说 看他是外地口音 外地人 他就拉着他 故意怎么样 绕一大圈 然后把他送到汽车站那边了 所以他有没有犯罪 他怎么悔改呢 第一个 他心里非常的不安 他心里面真的非常的受谴责 是不对的 这个的确是得罪神 得罪人的 第二件事情 他又悔改 他说他要去找到那个人 跟他说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耽误了你的时间 我又多拿了你的钱 请你原谅我 所以言语方面人的 第三个方面 他的行为 我把我多拿的钱 全部还给你 这个叫悔改的真意 明白吗 好 这样明白 下面就比较快了 比较容易讲了 我们来看 那么真正的悔改 就是转离罪 离开罪 转向神 归向神 这是任何人呢 都可以做得到的 最明智的事情 敬畏耶和华 是什么 智慧的开端 你可以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富有 非常的魅力 迷人 有恩赐 你非常的有力量 可以非常的有名 可是也有可能是 非常的愚昧 什么愚昧呢 就是不悔改 就是最愚昧的 告诉旁边的人 不悔改就是最愚昧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路加福音十三章 讲到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 压死了很多人 很多人就议论了 为什么呢 这是谁又对呀 耶稣来讲了 耶稣说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你知道吗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要认真地去想 好 我们读一下这段字 我们最大的恐惧 不应该是什么 癌症 失业 或者核爆 去年311 日本大帝人 很多人其实很怕 核爆的影响 核辐射 这都不能够与圣经所描述的 终极恐怖相比 我们讲天堂的真实的时候 不要忘了 也要讲地狱的真实 我们在讲天堂 无比美好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地讲 那个地狱是无比可怕 我用一点时间 讲一下我自己最近的事情 我已经连续五天了 我已经被神医治很久了 三叉神经痛 这个竟然最近又有了 你知道三叉神经有多痛吗 就德国的人才知道 以前我们有个姐妹以为是的 她来找我 我们两个就同病相连 后来发现她不是的 对不对 我这个三叉神经 你总是不敢刷牙 一刷就被垫了一下 好像被刀子捅了一下 就像被针刺了一下 你说不出那个味道 有时候你要吃东西 刚刚咬的时候 就痛一下 我说语言是有限的 不能够描绘得出来 说你知道吗 我每吃一口饭要感谢神 没痛 因为你怎么防都防不住她 因为她实在是零点零几秒 太快了 很痛 但是我去网上一搜 搜索说天下第一痛 她比那个妇人生孩子的痛 还要痛到二十倍 当然有点夸张了 我一看这个报道 我说哇 我怎么这么荣幸 天下第一痛 被我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当时真的心里面很恐惧 她说很多人跳楼 很多人自杀 很多人满地打滚 为什么 因为她实在痛得受不了 我其实没有痛到那么严重 但是她下面说很恐怖的 她说如果 我开始一天我前天痛了十多次 昨天痛了三次 今天早上我痛了两次 所以 她说这个还不严重 她说最严重的 一分钟都要痛几十次 哇 那个还活吗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没办法 可是上帝 在去年我被医治的时候 上帝又安慰我一句话 说什么呢 说我了解 耶稣的痛 耶稣在十字架上 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两次大声喊叫 一次是 一粒一粒 拉玛 沙巴 哥大尼 那那句话代表什么 她那个被神 那个天父弃绝 她那个心灵的痛苦 到了极点 第二次的痛 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那是肉体的痛 所以耶稣说 她知道 什么叫天下第一痛 除她以外 没有天下第一痛 所以我就很得安慰 我说主啊 我了解 我感谢你 那如果是撒旦的攻击 我绝对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她 如果是神的手 那我觉得神用她的美意 因为神就借着让我体会到 地狱的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它比你现在所能体会到的最痛的痛苦 因为有人肚子痛 有人胆结实 有人是什么 坐骨神经痛 有人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痛加起来 都比不上将来地狱的痛苦的前外门之音 在启示录六章十五十七节 大家回去读的话 你知道 所有的壮士夫妇有钱人 都说躲在山洞沿绝里 大山啊 来把我们埋起来吧 为什么呢 避震啊 把我们砸在下面吧 海啸啊 把我们卷走吧 为什么 要躲避羔羊的愤怒 他怕见到神的面的时候 那个是最大的恐怖啊 弟兄姐妹 我觉得至少没有什么恐怖 不悔改才是最恐怖的 告诉旁边的人 不悔改才是最恐怖的 好 那么 除了明确 除了要严肃认真的看悔改这件事情 真的要悔改 弟兄姐妹 真的要悔改 第二件事 我们要来读这些经文 好 一起来 你们岂不知不一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有相的 奸淫的 坐鸾桶的 青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是举一个例子啊 像这样的经文 新约圣经有二十一处 我告诉大家 任何一样 任何一样 你不悔改 都不能进神的国 不要自欺 也不要去欺骗别人 所以悔改是很真实的事情 耶稣要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 从哪里 从罪恶里 你不要笼统地讲一个罪 含含糊糊的 你要讲具体的 你正在 现在什么样的罪里面 再说一次 你正在 现在什么样的罪里面 求耶稣 就把你从 这样的罪里面 救出来 所以 怎么样悔改 要明确具体的 罪就是这么严肃 任何一项罪行 都可能使我们永远不能够 承受将来的天国 真正的悔改 不是远离一般性的罪 而是远离特定的那些罪 所以在这个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 明确的 不要像崇隆所说的 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罪 你懂我意思吗 也不要像王建民 这么好的一个人 竟然也有小三婚外情 然后还是被迫的 我们要早一点到主面前来对付掉 弟兄姐妹 真的是求神联名我们 要明确认罪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我们来读一下 悔改始于绝治信主之初 但并不是就此结束 继续悔改 是成圣过程不可或缺的 随着灵命的成熟 会更加需要悔改 而不是减少悔改 最懂得悔改的人 通常是最圣洁的人 因此悔改会延续到余生 扩及到整个生活 你知道这个悔改这件事情 你不要觉得我悔改过了 我不需要了 不对 因为你过去小时候 懂得比较少 现在你越长越大 你会知道哪一些 是应该 哪些不应该的 所以西伯来说 唯独长大成人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地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你会越来越知道 哪些是最 我一个最亲密的同工 那么他跟我 那他打电话叫我 叫我为他祷告 说什么呢 说他就是因为 要跟人家买票 买车票 那么就是 真的要买 说我买我买 那地方说我买我买 但是他因为呢 他故意动作慢了半拍 结果谁买了 就是别人买了嘛 这件事情也不多了 人民币十块钱 结果他后来 他就跟我认罪 他说他连续两次犯这个罪 虚伪啊 假冒为善啊 你要为我祷告 因为这个罪也拦阻了 我跟神的亲密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是好的 这是长大成熟的人才会有的悔改 一般人说 我买我买 是你愿意买的嘛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客套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所有的 你太 心境太敏感 然后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罪 现在呢 这个坐在下面也是罪 站在下面也是罪 我就不能这样讲 但是你起码应该有更敏锐 更敏锐 那也是罪 那么我最后做一个见证要结束了 因为时间也要到了 这里面有一个人呢 叫 这个弟兄叫阿雅 他是澳门一个黑社会的一个成员 后来信主了 他信主的时候 澳门黑社会的规矩就是 必须要把它装在一个口袋里面呢 然后打他那个三十多棍 打死了就死了 打不死了你才可以脱离 他那天被打之前 他就跟主祷告 说主啊 如果呢 我被打死了 我就到你那里去了 主啊 如果我打不死 我没有被打死 我出来以后 每一天都是你的 结果后来没有被打死 但是住了很多天的院 后来就为主而活了 是宣教士 哈利瑞 那我这次回于大陆呢 又听到一个青岛的 一个山东的姐妹讲的 山东青岛的一个弟兄的见证 我也很感动 那个姐妹讲 那个弟兄呢 他有三条命案 黑社会里面多年 三条命案 后来他要脱离黑社会 黑社会的规矩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脱离黑社会呢 那有我们的这个帮派的规矩 就是要留下一条胳膊 那留下一条胳膊 才可以放你走 结果他要去脱离黑社会 悔改又有行动嘛 结果教会那个姊妹说 我陪你去 不能了 太危险了 他说 你都为主 能够这么真诚地悔改 我一定陪你去 就陪他去了 因为陪他去以后就说 怎么真的要 那黑社会老大就在那边 躺在那里 就说今天要脱离吗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说吧 你要留下左胳膊还右胳膊 他就很为难 因为你要留左胳膊还右胳膊 都舍不得嘛 对不对 结果他在想的时候就说 这个女的是谁啊 她是教会里面的 她来干什么 说我陪她来的 哦 好大的胆啊 你知道吗 我们的规矩你来了 近来容易出去难 一样的 你也是要留下一条胳膊 留下左胳膊还右胳膊 结果这个姊妹竟然说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我天赋许可得 你一根头发 你都不敢动我的 这个黑社会老大 从来没有人跟他这样讲话 他比他躺在那里 一下坐起来 然后就说 哎 你告诉我你什么背景 他说 我哪有什么背景 我就是信耶稣的 不可能 你说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来头不小 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竟然 最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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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弟兄说 走 数一回 走 竟然他们就 大咧咧地就走了 哈利路呀 这个的确是 神给他的信心 那么我讲最后的 结尾 最精彩的在后面 他回来到教会受洗 受洗 真的是悔改 成为新造的人 问题来了 悔改 他要为过去的事情负责 那么 要不要去自首 自首了 三条命案 一定枪毙了 所以他就哭了 他说能不能 给我两年时间 让我两年时间 好好为主活 两年 我再去自首 可以吗 后来同工们都觉得可以 他那两年 为主结了非常多的过字 拼命赌敬 拼命祷告 拼命行善 拼命传福音 每一天 哇 都过得是非常的有价值 弟兄姐妹 我听到这个姊妹 讲的这个见证 我很受激励 我说主啊 给我两年也好 给我五年也好 主啊 每一天 完全为主而活 这样就像诗篇里面 所讲的 在神的愿意 住一日 圣是在别处 住千日 这样今天的诗歌 也是这样唱 神啊 高我 用我 然后呢 天降下什么 火 天上的火 主啊 只要你求你悦纳 献上我的全所有 为心而活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悔改 我们来做结语了 好 请 悔改 转离恶行 是在信心中归向基督的正确前奏 真正的信心 才有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悔改 才能得到真正的福音 好 时间到了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孩子 重新地感谢你 感谢你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拣选了我们 主啊 感谢你拆遣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为我舍身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舍 主啊 我感谢你 把我从黑暗里面带领出来 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 主啊 谢谢你 你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把今天所听到的 你的话语 都铭刻在心里面 主啊 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感谢你